恩典三六五 三百六十五天 我们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 神的恩典里面 我们好长的时间 分享到雅各姨嫂 这一对双胞胎的兄弟 虽然是双胞胎 可是他们非常的不一样 个性不一样 长相不一样 人生的际遇也就不一样 而在他们从互相的斗争 抢夺到现在和好 这个过程里面 以嫂说了一段话 真的是让人很感动 当雅各觉得说 我亏欠你嘛 当初就是我亏欠你 明明应该是你的祝福 被我弄来了 但是现在呢 他说我虽然拥有这些 他弄了很多的礼物 去给他的哥哥 以嫂怎么说呢 以嫂说兄弟啊 雅各一直说 我是你的仆人 我是你的仆人 但是以嫂却不是 把他当仆人看 以嫂说 我们明明是兄弟啊 他说兄弟啊 我的已经够了 你的人归你吧 这句话真美 我的已经够了 这么长的一段时间而言 雅各一直在面对一件事 他就是觉得不够 他觉得我拥有的不够 为什么我哥哥有两倍 我只有一份 他有两份 不够 为什么我要的是这个老婆 结果后来变成那样的 不够 我要用我方法再把他 把我要的争夺回来 争夺回来 争夺回来 为什么我这么辛苦 因为他一直在那里抓抓抓 上帝也让他遇到一些 比他更会动脑筋的人 比他更诡诈的人 以至于他非常辛苦的 一直在那里抓 因为他一直不满足 知足常乐 真的 圣经上说 敬钱加上知足 是最大的利益 我求神帮助我们 你也一直在跟别人斗 心中其实你会不会觉得 你真的想要的 其实不是 不是一个老婆 两个老婆 三个像雅各 不是我要更多的孩子 不是我要更多的财产 而是我不服气 我就是不服气 为什么他拥有 我没有 不是那个东西的问题 是不服气 我不知道你是谁 我在预备这一集 N.365的时候 心中有一个很深的感触 主带你来看雅各 这个人 他不是什么都没有 他其实也拥有很多 可是因为他的不服气 让他一直不快乐 让他一直把他哥哥 当作他一生的假想敌 一直在那里斗争斗争斗争 斗争到逃出去之后 又把他的岳父 当作假想敌 上帝就把一个 比他更诡诈的人 摆在他的面前 在那里斗斗斗 他的一生非常不快乐 敬钱加上知足 求主使恩 敬钱是人跟神的关系 知足是我对我自己的一个态度 我所拥有的这些 我所拥有的这些 都是上帝给我的 我满足于神粮给我的这些 当人真的有这样的一个心说 我的已经够了 你才会真的快乐 求主使恩 求主把雅各 伊嫂摆在我们的面前 不要走雅各的路 一生都把别人当作敌人 学伊嫂 他的生命里面说的最绝了不起的话 我的已经够了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